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岁的香港影帝黄秋生4岁时 其英级生父便离开他和母亲 他去年曾在脸书PO出婴儿时期的黑白全家福 希望网友帮忙寻父 在网友的帮忙下 黄秋生终于在日前与自己素未谋面的两名同父异母哥哥相见欢 遗憾的是他们父亲已于1988年过世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黄秋生接受BBC访问后 让网友再度关注他的寻父事件 在热心的网友帮忙下 黄秋生找到他父亲的相关资料 生父名为佩里 Frederick William Perry 是英殖民时代的香港高级公务员 之后移民去澳洲 有一位女儿及一对双胞胎儿子 而这对现年74岁的双胞胎在得知消息后 尝试联络黄秋生担任艺术总监的神戏剧场 表明可能是黄的同父异母兄弟 三月二十日 两人飞来香港 与黄秋生相见欢 74岁的双胞胎约翰 John Perry 与大卫 David 是黄秋生同父异母哥哥 大卫说 父亲生前从未提过自己在香港有另一个家庭 黄秋生说 找了几十年 最终在两个星期内就发生了这一切 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与自己兄弟对谈下 黄秋生也得知自己父亲的讯息 佩里曾加入英国皇家空军 并参与了这明英德不列颠空战 Battle of Britain 一九五五年 与妻子 女儿 双胞胎儿子移居香港 佩里在港英政府物料供应处担任官员 一九五五年 佩里协同妻子马乔丽 Vera Marjorie 女儿维拉安妮 Vera Ann 以及双胞胎儿子约翰和大卫移居当时的英属香港 佩里在港英政府物料供应处担任官员 之后结识了黄秋生母亲 而黄秋生在1961年出生 黄四岁时 佩里移民去澳洲 佩里在1988年过世 大卫表示 他们相信 父亲在天上也会为他们兄弟团聚而感到欣慰 他们也邀请黄秋生日后去拜访他们在澳洲的大家庭 大卫说 我们希望进行一次美妙的大聚会 让安东尼 安妮 黄秋生英文名 感觉到他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他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黄秋生表示 与两位哥哥的团聚 让他更了解父亲与家人的事情 也帮助他更加明白了自己吴宗宪创造不败收拾 幕后推手汤宗林揭迷原音综艺圈 近年一片搞目似灰 外有寒 陆宗一入侵 内音不景气节节衰败 有能力的钟声带几乎都选择出走 却有一个人努力留在市场盼驳 他是汤宗林 185公分的大个子 双手开弓拉出三条战线 包括吴宗宪的综艺大热门 综艺晚很大及孙鹏 托宗康和曲中恒的国光帮帮忙 三个节目都是 全时段收视第一 不是短期 而是一直 尤其吴宗宪 像把刃 过去不会用的人和他合作 只发挥五成功力 使来顿顿的 汤宗林却向魔刀石 将吴宗宪顿成利刃 用足十成十 大热门 玩很大两个节目开播至今 收视没拿过第二 汤宗林笑说 我们是在彼此最好的时候相遇 合作时 他正进入入生最专注的时候 而我公司刚开 我想判出一片天 就这么合作无间 彼此最好的时候相遇 吴宗宪过去手上少则三个节目 多至六个节目 节目亦多加上投资外物 感情绯闻 吴宗宪的心不定 录每个节目像沾酱油般不够投入 主持风格也略显酱气 遇上好的制作人如詹仁雄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就让他发光发热 夺下金钟 但有更多做几季就草草收摊的 五年前他事业下坡到半年 没一个节目 最 终于上汤宗林 一个从王伟中旗下培养出来 正想大展拳脚的年轻制作人 汤宗林制作的 综艺大热门开播至今点几率达4亿8千万次 综艺完很大超过3亿6千万 而国光也有2亿8千万人次 在许多人放弃台湾市场 纷纷赴大陆淘金时 为何他愿意留下来 他说 几年前我在韦中歌公司上班时 就去过大陆了 在江苏卫视待了一年 学了很多东西 了解内地制作生态 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们在台湾这么小的市场都做不好 那我们去了更大的市场能做什么 其实 你看到在大陆成功的是个人背后 不知道的是死掉上万个 而去大陆拿到那么多资金的 谁真的做到收拾第一名的节目 这个圈子不是没有人努力赚钱 不是没有人想要变好 但当大家都悲观去面对时 整个环境怎么会好 每个时代都有必须去面对的课题 跟以前比台湾娱乐业确实没那么好 问题是 30年前的制作方式 为什么要跟30年后的做比较 30年前的人做节目也有辛苦的地方 但我没现在那么多发声管道让大家听见 我认为 现在做节目找钱的方式 若没办法改变 我们就只好自己找方式活下去 电池台制作一档综艺节目 原则上有三个收入 一是广告 二是海外版权 三则是冠名赞助 电池台在提拨制作费给制作公司去运作 但汤宗林综艺完很大节目制播至今四年 他丢入的本钱永远大过于电视台给的制作费 光去非洲录了三集内容 外景成本不含主持酬劳及后制就花了600万 说白了 就是几集都赔钱 杀头生意有人做 为何赔钱的他敢玩 当然是为了品质 为了节目 汤宗林笑说 我常在想 到底是有钱能让节目变得好看 还是把节目做好做红了 就会有钱 台湾的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制作费养不起一家公司 或只能刚好吊着点滴活着 但却没人去想怎找到出路 这点我不太懂 过去陶经营娱乐新闻制作人王珍妮 也是汤宗林重要合伙人 想到用节目打出来的品牌去延伸可能性 开了玩很大电商及实体店面 把节目logo印在潮梯 帽子 水壶 行李箱 及有每一集节目中一人曝光行销 创造出商机及大纸 在百货公司卖的时候是楼官 就是该层销售冠军 在雅虎营业额跟我们差不多的 是五印良品 2016年还拿下雅虎商城经店奖 周边商品红到海外 新加坡完粉结婚时指明要整场婚礼穿他们的衣服 让制作单位想到在新加坡 大陆开了海外商城 前两个月甚至有监狱受刑人 写信来要游戏衣服 因为受刑人不能上网购买 只能写信 我才知道 我们的节目娱乐了各种不同阶层的人 后来照纳受刑人的要求 把黄、黑队服 和关主的红色衣服寄过去 但寄 的时候发现受刑人没留姓名及资料 该怎寄呀 合作伙伴王珍妮笑他 受刑人的信都被检查过 当然不能留 就直接寄到那个监狱即可 大个的好看娱乐 如今有上百位员工 为演艺圈培养了许多人才 闲聊过程中笑声爽朗 极有想法 而且对面演艺圈哀红遍夜从不悲观 问他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工作你愿意做 他说 因为我不够聪明 只能做别人不做的事 人在巨大的压力下才能成长 学到东西 而且我认为不能做这行 愿这行 遇到状况 做不好了 一定有哪里不对 我就努力找出问题 然后一直做下去 这是干这行的宿命 当然这也是干每一行的宿命 这一行 改变势不变的定律 我觉得大家都太容易把失败推给别人 或推给环境 也许这么想 自己会开心一点 但自己在这行里耕耘了十六 七年 对娱乐圈多少有些责任 环境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可是我们现在做什么 这点我至少可以控制 想做不一样的事 那种心情 大过于一切 汤宗林笑说 我欣赏汤宗林的自信 但又不骄傲 如今大热门 玩很大和国光都是第一名 他笑说 到今天为止是第一名 不过明天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看到